女生私密处是什么味道呢 其实女生的私密处正常来说 我们会男生会吃到天气像铁的味道 这是比较正常的 身体比较好一点的女生会是甜甜的味道 那她可能就是水果吃的非常多 身体非常健康 私密处的PH值部分是非常好的 那男生也有遇到过女生妹妹非常的臭的味道 像腐烂味臭豆腐的味道 甚至还会有豆腐渣 遇到这种情况通常就是女生的PH值 私密处的PH值被破坏了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美的味道变好闻 其实可以先去看妇产科 因为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念族菌感染的 那除了吃医生开的药之外 网路上也非常推荐就是吃蔓越莓 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保养产品 它可以让女生私密处的PH值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那通常国外的蔓越莓一定都非常的贵 那台湾这边也有自己处的太阳星全校蔓越莓生义菌 产品经过台湾SGS的认证 所以吃起来是安心的 不用担心说它的来历不明 吃了会有问题 辉哥也跟太阳星这边有合作推广这个全校蔓越莓生义菌 有私密处味道困扰的 可以私讯辉哥蔓越莓 那辉哥就会把折扣连结发给你 我是辉哥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